根据美国匿名官员的消息指出 在上个月24号 伊朗革命卫队在阿曼湾 扣查了一艘越南游轮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放行 对此越南外交部表示 当局正在积极与伊朗大使馆沟通 越南外交部也表示 当局在10月27号 通过越南驻伊朗大使馆 与被扣押的邮轮船长交谈 得知目前26名船员健康状况良好 伊朗国营传媒在11月3号 释出一段视频指控美军 在阿曼湾上拦截了一艘伊朗游轮 并企图将游轮上的石油抢走 不过美国国防部马上 驳斥这项说法 据美联社报道 目前美国到底有没有拦截伊朗游轮 暂时无法下定论